死後走過 奈何騎 溪潛滿地 陰屍樓 凡間有路 你不走 地獄亡目 闖進了 Donna Studio 靈異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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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鬼十法 第一法 換死人的眼角網 換了死人的眼角網 當你一睜開眼 靈體就在你身邊 有一場車禍 另一個花鬼少女 失去了光明 每日都生活在黑暗之中 做什麼都需要別人幫忙 阿絲已經失明了三個月 如果不是一場車禍 他現在應該是坐在課室上課 或者跟同學在玩 這三個月來 每日生活在黑暗之中 他有一些恐懼 他很怕以後都要這樣生活下去 但是現在 他可以不用怕 因為醫院那邊已經幫他找到合適的眼角網 他很快就可以重新看回這個世界 大師不知道的是 捐眼角網給他 其實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 而且死者的家屬有一個要求 就是要把阿絲已經壞死了的眼角網 換回死者 再把死者完好的眼角網 換給阿絲 理由就是 死者家屬希望死者可以把 完好無缺的身體帶去陰間 醫院方面 為了有好的眼角網移植給病人 所以就答應了死者家屬的這個 多餘的要求 一個月之後 阿絲已經做好了眼角網的移植手術 今天 他戴著新的眼鏡 走進了告別差不多半年的學校 同學都很高興 阿絲可以重新回來學校 在上學的第七日晚 阿絲上完晚自襲 和同學一起回宿舍 在經過操場的時候 他看到對面樓的課室樓頂上面 有一個女孩子準備跳樓 阿絲大喊了一聲 說樓頂有人跳樓啊 但同學仔什麼都看不到 而阿絲就眼睛睛地看著那個女孩子 跳樓的整個過程 地上面的血跡 和一匹匹的路章 一下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那些同學仔說阿絲故意嚇他們才這麼說 阿絲很尷尬地笑了一下 說可能是因為剛剛換完眼角網 所以自己有幻覺掛 在接下來的幾天 阿絲沒有像之前那樣 再見到有人跳樓的事 但是有兩個同學跟她說 在她失明的時候 有一個女孩子 因為受不住學業的壓力 而跳樓自殺 阿絲突然嚇到全身打爛陣 中原節俗稱鬼節 這一天對於不信有鬼神的阿絲來說 根本就不算什麼大日子 她跟同學仔一起去唱K 出來的時候已經是凌晨1點幾 去到街道 竟然連一部的士都沒有 她戳了一下衣服 然後就向著走回家的方向 看看可不可以見到一兩部的士 街上全部都是 剛剛燒完被死人的 那些紫衫呀 紫錢呀的灰準 一陣風吹過來 整條街 都是那些燒了一半的溪錢 在亂飛 阿絲看了有很多人 在搶野 有些人整個頭都是血 有些沒有手 有些簡直直接 在阿絲的身體穿過 阿絲很害怕 躲起來 向前跑 剛好經過一間旅館 就進去裡面 住了一晚 睡在床上的阿絲 還是很害怕 她強迫自己 忘記剛才看到的鬼魂 由於晚上喝了點酒 她很快就睡著了 在夢裡面 阿絲發現自己 變成了一個男人 本來一家人 生活得很幸福 但有一天 她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 竟然趁她自己出差的時候 強姦了她老婆 原本她出差 是要去國外 而且要去很長的時間 但因為她不放心 她老婆自己一個人在家 所以就沒有去到出差 而是叫老闆 換了其他人去 在入到屋之後 她竟然看到她的朋友 在強姦她老婆 於是她出手去打她的朋友 在打鬥的過程中 她的朋友拿刀捅死了她老婆 而且將她打橫 就連她三歲的女兒也不放過 也將她一起殺死了 然後她的朋友 竟然把現場 佈置成是阿絲殺死自己老婆 和子女的樣子 因為法庭是講證據的 由於現場都是她的指紋 所以無論她怎麼叫 怎麼說自己是冤枉 都逃脫不了 要判處死刑的命運 在離窗決的日子 還有一個月 夢裡面的這個男人 也就是阿絲 每天都說自己是冤枉 家裡的父母也很心急 但因為沒有證據證明 她的朋友阿強才是兇手 所以急都沒用 如果真是這麼不幸運 她要被槍斃 可能 就真的可以跟她自己的老婆子女 在一起了 突然間 有一個 心口流血的女人 出現在阿絲的夢裡面 阿絲突然間嚇醒了 她一看手機 才三點多 她自己才睡了剛剛一個小時不夠 雖然是夏天 但是阿絲沒有開空調 只是把窗微微開了一下 但是為什麼會覺得這麼冷呢 她突然間看到 有一個女人 站在牆的角落裡面 那個 就是她剛才在夢裡面 看到的那個女人 阿絲很害怕地跳下床 跑到她門口 慢地想開門 但是她門根本就開不到 就連她大喊的聲音都根本沒有人聽見 那隻女鬼坐在床邊 她手裡抱著一個 全身都是血的小朋友 她跟阿絲說 我不是想害你 我只是想你幫我一個忙 我...我...我...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你...你...你不要找我了 你要什麼我明天燒給你 你要多少我燒多少 我...求求你你不要搞我 阿絲很害怕地求女鬼 我說過...我不是想害你 我只是想你...幫我一個忙 你...你...你是鬼來的 我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啊 就算...就算你要找人幫忙 為什麼一切都要找我 你...你找別人可以嗎 因為...我的眼角膜給了你 所以...我只可以找你幫忙 如果你不幫忙 我就會把你變回馬 那隻女鬼...帶了一些威脅的成份 跟阿絲這樣說 因為...你和我的屍體換了眼角膜 所以...現在你就變成陰陽眼 以後...你每天都會看到鬼 就算...我沒有把你弄盲 你每天都可以... 見到有一大群鬼在你身邊 但你放心 只要你肯幫我 我就可以...令到你的眼... 見不到鬼魂 變回盲...阿絲當然是不想啦 但如果每天都要見到鬼 嚇到嚇死 他更加不想 阿絲問他 但是... 殺人放火的事情 我是不會做的 那女鬼一邊抱著他手裡的小朋友 一直對著阿絲說 你放心 我不是要你去殺人放火 你只需要... 幫我把那個叫阿強的人 他頸鏈上面的那塊佛像的玉杯 拿走 其他的東西等我來做就可以了 聽個女鬼說 那個阿強是一個好色的人 而且喜歡去抱夜總會 所以... 阿絲把自己打扮到花枝招展 每天都去阿強經常去的夜總會那裡 跟他一起喝酒 很快兩個人就開始熟落 在濫濫的過程中 每次阿絲想把阿強頸上的 佛像頸鏈拿下來的時候 都會被阿強抓住 阿絲每次都說 想看看到底是什麼 終於有一天 阿強生日 很多豬朋狗友 都來一起慶祝 阿絲特地把蛋糕 放在阿強的頸鏈上 阿絲趕快道歉 說要幫阿強 把頸鏈拿來洗 阿強不給 但是 兩個人在拉扯的過程中 阿絲趕快在地上 把頸鏈弄在地上 阿絲趕快在地上 撿了頸鏈 跑去女廁 阿強一路追著阿絲 然後去到女廁門口 不停停泊門 突然間 廁所的門浮現了 一塊血淋淋的臉 阿強大喊了一聲 然後就跑去大堂人多的地方 但是 他看到每個人的臉 都是那個死了的女人 和死了的小朋友的臉 阿強瘋了一聲地 不停地打那個女人的臉 但是 有那麼多的臉 他究竟要打到什麼時候 阿強隨手拿了兩個酒瓶 向著女鬼的頭 很大力地打下去 哈哈哈哈 你這個女人 我可以殺你一次 我就可以殺你第二次 然後 阿強就拿著酒瓶 見到誰 就打下去 酒吧裡面的人 開始混亂起來 被人打中的人 趕快站起來 很快 警察就來到 把阿強 捉走了 阿強還是好像瘋了那樣的樣子 一路說 他自己是怎樣殺死那兩母女的 法院重新審理了案件 終於還了女鬼的老公的一個清白 而那個阿強 很快就被人送了去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裡面 阿強每天都會見到自己殺死那個女人 和小朋友的畫面 每天不間斷地重複播放 最後他因為忍受不到這樣的精神壓力 而選擇掉頸身亡 從此之後 阿絲也再都沒有見到任何靈體 如果 明天你還在洋間的話 那你就來聽聽聽吧 阿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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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絲